大家好,我是Stan 可口可乐最近推出了一款新产品 表面上印有韩文 在超过130年的可口可乐历史中 除了在本国市场销售的产品之外 在全球市场推广的产品中 出现特定国家语言是第一次 在2月20号公开的可口可乐Zero新产品上 可以看到英文标志旁 加韩文可口可乐的设计出现在前方 而且可口可乐也与捷尾皮娱乐合作 公开了一个名为Like Music的 可口可乐含流推广MB 这次活动包括Pak Geniao以及3KG 1G,MX等JYP旗下艺人的参与 韩国、日本可口可乐品牌营销总经理对媒体表示 我们从K-pop粉丝常用的语言中获取灵感 来创造了这款产品的名称 从标志的摆访位置到引入韩文标志 这都是一次全新的设计尝试 以韩流为主题 并添加了韩文标志的这款产品 计划在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在内的36个国家进行销售 这是在可口可乐超过130年的历史中 首次将特定国家的语言用于全球销售的产品上 去年高端品牌GUCCI 也因为推出了以韩文大写设计自家品牌名称的衣服 而成为了热门话题 随着K内容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 韩文已经形成了积极正面的形象 使得全球品牌开始积极的利用 过去可能感到陌生的韩文进行产品宣传 仁川大学消费者学习教授表示 在韩流文化内容中 韩文的多次出现成为了一种必然 韩文与其他文化文字有着显著的差异 因此它带来一种非常异国情跳的感觉 实际上面向海外市场的韩国企业 如果过去是采用英文命名产品 现在则勇敢的使用韩文 例如皮皮果在饺子产品上 不再采用英文的表达方式 而是以韩文满都来命名 并且将品牌设计改为包含韩文 这种变化反映了韩文在全球文化内容中 低位的提升以及其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 韩流热潮增加了全球对韩国文化 食物和语言的广泛关注 洞察到这一趋势的企业 正在采用这种独特的营销策略来吸引消费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可口可乐历史上首次增加的语言是韩文 看到韩国的文化正引好的方向被世界认识 真是令人自豪 住在美国20年了 最近因为K文化流行而感到非常自豪 现在连可口可乐都真是太神奇了 最近韩文的认知都大大提高了 以前很多游戏公司都不提供韩语补定 但现在大部分都会提供了 就像我们学习英文中文一样 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能学习韩文 对于应有韩文字的可口可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出来不见了 但是还要继续 对于应酷 那是询物业 其实是语言之一 很意义之一 所以这些人物有关于 不得信心点 我们有关于